好 喂 喂 大家聽到了 那麼這次法華期 以後是法華期佛期 我們大概就是第二天上午8點 8點半左右 我們都會有一個 也不一定叫檢討 就是說法壇 法壇的話就是有什麼 什麼樣共修 過程當中有什麼 有什麼心得 或者什麼樣的 想法疑問 怎麼樣 大家也可以討論一下 這樣 是這個意思 所以現在大家有什麼樣的 好 可以提 可以啊 是昨天聽了師傅說 如果跟你交易在神大聯想的 昨天晚上聽的 昨天晚上聽的 你是在手機上聽 那個Line 對 因為我心理上是很大的交流 所以我早上早天晚上過來 剛好說今天有馬灘 我馬上重新開車過來 喔 這樣這麼嚴重 因為我要把握這個機會 因為我是一個前程的名校 也今天天天都在接近的地方 但是呢 我對這個安全的問題 尤其是網絲 我都很放不下 譬如說人家檢查瓦斯 就煮完飯菜瓦斯米 如果關好 他就可以自在出去什麼等 但是 但是 我都還要真的還要再檢查 檢查一遍 再檢查一遍 有沒有關好 有沒有關好這樣 對不對 嗯 嗯 嗯 會這樣造成我一個很大的 更冷不安心証教 對 那我也知道說要學習方向 嗯 也是要說 嗯 嗯 嗯 什麼時候要發生什麼事情 都不曉得 就是到底 你知道到底 你最強迫的什麼 對 有點強迫的 喔 我也有在吃一個 精神科的藥這樣子 真的 是 醫師我真的 這顆心喔 好 然後我 然後呢 這顆心怎樣 就是還是 非常不安 因為我今天是 那個 那個 科技交易 所以我 就很期望說 我要來看心 把我心裡都很不安 嗯 除了 除了瓦斯以外 你還有還有什麼 譬如說 如果我們在陽台 我剛好拿一些工具在 柔勢起子 在修理什麼東西 我都會在山檢台 萬一 如果我沒有說好 這個會不會 不小心掉下去 找到病人 這個是會 一切安全 人家 人家不會怕掉下來 但是我會怕這樣 嗯 室外的冷氣 人家不會怕掉下來 但是我會怕 但是這個我 你可能還要擔心 飛機會掉下來 這個我是不會 但是比較嚴重的是 瓦斯的使用 瓦斯 如果讓我能夠 對我自己有信心 我 我會知道我確實檢查完 但是要知道 我會想說 欸 這樣子一段期間 我會不會突然在煮什麼 我有忘掉 但是我知道 我自己是一個很細心的人 就在煮東西 比較像人離我洗 人離開我就要洗掉 也都兩種這個習慣 但是還是那個心裡還是 還是 那是想破神 對對對 還是非常的 想破神 那醫生怎麼說啊 他只叫你吃藥嗎 他只叫你吃藥嗎 就吃藥 他有叫我 做一些運動啦 社交啦 或者是找一些朋友等等 嗯 了解 那個 那個是這樣啦 就是說 遇到這種情況 大概 他是叫你社交啦 做運動啦 那肯定是的啦 因為那個 強迫神有一個特質 就是說他比較緊繃 對什麼事情 信任感不足 他才會這樣 還有一種強迫神 很特別啊 就是他太乾淨了 他就一直擦 擦完他這樣 欸 這樣 再洗一洗 再一直擦 他還會這樣 有沒有是這樣 安全方面而已 安全方面 所以說 這樣子講好了 當然你要去運動一下啦 吃東西要注意平衡啦 家裡住的環境 有沒有造成你的那個 莫名壓力啦 這一類的 當然這些 我就不知道了 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 很難說 跟這個呢 跟這個比嗎 你量看看啊 才這樣而已 啊 皮座的 陪走的 那 紅色找 皮座的那個椅子呢 對 對 對 差不多高度多少 你怎麼量的 你有量過 那個 呃 可以 我家的環境 你真的算是 真的是非常 非常沒有那些安全的附近 雖然我的廚房就是很大 而且周圍都沒有什麼地方 完全都沒有 而且我還裝了那個震驗器 哦 周圍都很乾淨 對 所以環境上面有沒有一個潛意識 你是不是在你要 首先就是當多運動啦 飲食 你要平衡一點啦 甚至於吃素啦 這些都要有意外 啊 再來就是說 你要去找 你開始發生這個情況 你有沒有辦法回憶起來 到底在從 從哪裡開始這樣 一般的話 強迫症都是有一個誘發音的 誘發音 我剛剛講的擦那個東西的時候 他就是因為 感染的想法 所以他覺得 那細菌看不到的 要一直擦一直擦 最後就變成強迫症 強迫症在 人類一般都有一定程度的強迫症 所以 其實他 也並沒有什麼 要真講起來的話 也 並不是說 多怎樣 但是那個 一再的 對某一個動作 不確定 或者重複做 那無法控制 這樣我們才會 給他一個特別的名字 叫做強迫症 但你也不一定把它當作是疾病 有一種強迫症真的是非常好 但是很可惜你沒得到 念佛的強迫症 對不對 萬一你有念佛強迫症 不然會死 這樣 那這樣你不是很好嗎 我要怎樣做到這樣 對 轉移一下子 就是這樣 我今天面夠了嗎 是不是不夠 這樣 如果是這種感覺 是不是很好 所以你就知道 大概有兩三件事情 你可以做 第一個 最好讓你的強迫症 只是鎖定在幾件事情上 你要告訴自己說 大概就只是這幾件事情 我很擔心 你心裡要跟自己這樣講 比如說安全問題大概 安全問題 那怎麼做呢 反正你會看手機嘛 對不對 看手機 有幾個做法 第一種就是說 那個 如果你已經想一想 大概就是那幾類而已 或者說就那幾個地方而已 大概你不會去擔心萬佛寺的廚房 你不會這樣 你得擔心自己家裡的廚房 好啦可以啊 那我們去找 家 找人來裝那個 攝影機 那攝影機它是怎樣 它是可以24小時監控在你的手機上 我也知道 不 你聽我說 那你去把它裝了之後 只能叫做輔助 因為你最後會變成一直看 看那個東西 變成是這樣 可是相對好一點呢 相對好一點 也就是說 你已經忐忑的心情沒有了 只剩下 一直看 到底是怎樣 有沒有 那這個呢 我是看過有報告寫出來是說 那叫做轉移 藤破神是可以轉移的 轉移的意思就是說 把一個很強大的焦慮 變成還在焦慮 但是那個焦慮有消解的可能 你比如說 我去看了一下 我就會比較好一點 對吧 你一定是這樣 像莫寺一般的情況就是這樣 我去做了一下子我就好一點 那讓你那個做的機會有 那不會太妨礙你 那這樣的話它就消服了一些 這是治標啦 不是不一定治本 這是可以做的 你意思是說還是去看 不要 就是做那個攝影機 如果說沒有攝影機的話 那很麻煩 你會一直想去看 所以我現在就是用說 我現在方法就是用說 我既然都已經這麼齊心了 真的哪一次實在是發生 我沒有遇到真的發生事情的話 那就所謂盡人事盡天明 可以啊可以 我就用這樣子想 可以 你本來就應該這樣想 等一下我思想說 師父是不是還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有 還有更好的方法 你比如說 你比如說 你對你那個 你那個某個地方 上面喊擔心這樣 然後你就眼睜睜看它 情況是這樣 然後還好好的啊 我一定都關了 不然這樣 我在這裡呢 念佛五分鐘 回向這裡的鬼神 都平安 回向這個 這裡的 惡業因緣都消除 然後就開始念 你可以安排你的時間 假設你對那個是特別不放心 你在那裡念 那你就拿椅子坐著 那就開始念 念的時候你要這樣觀想說 現在阿彌陀佛時光加倍 我現在念 假設啦 你距離你出門其實 可以提早二十分鐘 那就二十分鐘在那裡念 我把這二十分鐘的功德 回向這裡的所有 可見不可見的 因緣 通通怎麼樣 通通以念佛因緣而平安 那假設還發生 但是他可以佔這個念佛功德 往生極樂 那這樣的話我也功德一見 我是不是可以每天 我用的時候 我就都這樣加強一個回向 當然 加強我的信念 對 我還沒講完 我是這叫做特點 比如說你的陽台 你也可以這樣做 那你 其實強迫神 只有特別幾個地方會強迫而已 那你就譬如那個那個那個 你必須多說了 你自己知道 那個那個那個 那叫做個別加強 那最後要出門對不對 對不對 我對全家都加強一次 那全家加強一次 你可以這樣做 要求每天早晚我在佛前 佛光射照我全家 而且全家這樣射照法 你家是公寓還是怎樣 獨房 獨立房 獨立房 偷天 獨立房 你要這樣想 佛光慈悲加倍佛堂 我全家 我家這樣 這樣 你要這樣想 那個喔 佛光塑造的 射照的時候 剛開始 我是唸佛 才唸 看你 30分 20分 那就功德利益 射照我全家 從屋頂喔 一路到地裡 地表面 然後慢慢的 你要這樣告訴自己說 嗯 我呢 唸得好的話 一切如果都平安的話 我要再加強 多唸 因為世間無常 你這樣想 世間無常 我 每增加10分鐘 佛光鑄照 就像我家的屋頂 多一米 地底下多一米 再多10分鐘 左右 各多 周遭直徑多一米 也就我已經射照到隔壁了 那看你自己願意加多少 一切無常 可是 我願意為這個無常 念佛 佛者 常樂我敬 對不對 我這樣念佛 然後 佛光鑄照 因為我的心力有限 所以我要早晚念 讓這個力量 能夠早晚相遇 那我都已經這樣念了 這些都在我的遲光色照之內 哪怕路人走過去了 也在遲光色照之內 我做了 我做了 Do my best 做最好的事 要這樣 這一點是我從來沒有想到 對 要這樣做 我們不怕 西醫講什麼 什麼強迫症 強迫症沒有什麼不好啊 你那個哪叫過度 你就把它念佛加強就對了 懂嗎 不是 絕對好事 絕對好事 OK 趕快回去念 趕快回去念 我要再聽書 好 很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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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參加法 謝謝 那就是 這一次就是在誦經的過程中間 那 誦前面的時候會說 壽詩、讀誦、書寫 華經有無樣功德 經文教授 可是到後面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說 讀誦、書寫、壽詩 或是會加個檢習、義訊 有這樣子的 請問師父這邊 它是 有時候 如果只有書寫的話 是往正道理天上 如果那個檢習、義訊 如果說是不行受死的話 是有這個 全國受死 那這個是不是 他那個檢習、義訊這邊 是請問師父在我們怎樣去 怎樣去 去契入 或是怎樣去 請師父看師 大聖佛法 你應該聽到我 昨天還前天 我有講到 我說那個 好幾次 我有點到這件事情 我說 一般身文教法 比較人文思維 或者比較那種 一般 我們一般講 就是經驗主義的 他們會比較強調 我還甚至於提到了喇嘛 他甚至有意無意的 他不算嘲笑 不至於 有意無意的覺得疑惑 說奇怪 我們漢傳佛教怎麼 就在那誦經而已 怎麼不研究呢 研究就接近後來你說的那個解其意趣 當然要解其意趣 但問題是他把解其意趣的手段 想成的研究 叫做解其意趣 解其意趣 終究要解其意趣的 恭敬獨送 讚嘆 書寫 流通 其實這也是在解其意趣 那個 五品弟子位當中 隨喜 獨送 你看他就首先要隨喜 他並不是獨送 才隨喜 他甚至於要隨喜 隨喜在某個意義上 其實他就要解其意趣 不知道隨喜不來嗎 但也不一定 有時候就是文變歡喜 文變歡喜 那麼大喜沖片身 他就是過去的善根 人家人 世間人講說一見鍾情 有沒有 奇怪 這個感情沒理由的 對啊 不是沒理由 理由都在以前 過去是 不是今生 爸媽生兒女有理由嗎 有理由嗎 都有理由 不然怎麼 你生的是這個樣子 他生的是那個樣子 對不對 人家的小孩 我常講 人家的狗都好乖 其他萬佛是養的狗 笨得要死 是這樣 又不聽話 而且好扯 你知道嗎 人家那個土狗 基本上都會保護主人 我們家養的狗 是人保護狗 完全沒有保護功能 走到那個 又遇到蛇了 你知道嗎 那隻狗跑得比較快 人家那個土狗 他溜走的那個背影 你會感覺他在講什麼 食物我是吃素的 事情交給你們處理了 我先溜再說 那隻狗的背影給人家感覺就是 他宣答這種意思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這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好像 好像 好像都 我們都沒有人家那種感覺 就對了 一般來講解析意趣 是最終 一定解析意趣 但是呢 在法華經當中 常常提禮 廟因菩薩他講的是 供養八萬四千七寶波 在無量佛當中呢 奉進無量無邊的多少佛 常常我們看到是這樣 隨喜 他起那個隨喜心 也沒有說那個是 因為理解去隨喜 因為聽了歡喜 那就是信 大乘起信的信 信心是過去是栽培 他要的是幹什麼 要的是 清盡善知識善有 累結清盡善知識善有 熏出來 他不是思維的 他是相信 相信有佛性 佛性就在你身上 可是你從來不認識他 你剩下只有相信而已 所以說 人類因為我質重 鋼牆難化 特別是說我世界重生 鋼牆難化 所以才需要思維 思維來說服自己 善根深厚 他一看就知道 就是這樣 不用討論 比如說念佛 為什麼會有功德 奇怪 念佛念佛 念著念著的 阿彌陀未來接引 理命中未來接引 理論上也有道理 這當然也可以理 我們天台常常講他的道理 但最高接引的就是 我就相信 堅固不移 這樣聽懂嗎 這個其實當然你說 那個是因為理解而去信 可以 那叫做 那叫做理智信 有人這種說法 那 也有一種 有一種說法就是 因為理解而相信 其實理解是經過推論 你看喔 有人在賣茶 古時候有人賣茶 他倒茶的時候 他那個茶壺好長一個 然後你那個茶來了 他放在這裡 他還會拿那個大洋 擺上去 大洋上只有一個洞 這樣他會這樣 這樣子他就 從大洋中間那個洞裡進水 而且進水進水他還會看喔 幾秒鐘 這樣一弄 水都不滴的 最後一滴水 也是照那個弧度這樣下去 大家鼓掌 他就拿走那個大洋 收走這個大洋 請問他是用思維的嗎 這個技術是用思維的嗎 角度多少 幾秒鐘 完全不是 會被楞岩咒的人都知道啊 被楞岩咒是靠聲音 那他就一直用聲音前一句 接著帶後面一句 沒聲音他就背不起來 有聲音他就背得起來 他自然的 他是用思維的嗎 不是 你們都知道 很多很多的理解 他不是靠思維 他是靠熟練 靠過去的善根栽培 靠讚嘆 靠信仰 因為我見到佛了 佛的莊嚴相之後 我就相信 你看廟莊嚴王啊 他那個禁藏禁眼菩薩 他兒子啊 就是我兒耶 在華人社會裡 不會有那個爸爸是 爸爸說兒女是我恩人來度我 華人社會不會這樣講 但在印度的社會就會這樣講 那是真正佛法 他就是超越這種血緣的威權主義 血緣威權 血緣威權就是我做爸的永遠是比較高 永遠比較大 比較對 天下無不適的父母 沒有 在印度的 在佛法的文化 不能講印度 在佛法的文化 剛好比較適合印度 只能這樣講 他不會這樣子 他就相信 啊對喔 我真的是我的兒女度 靜藏靜藏 但他看到什麼 他還沒有分析啊 他只看到身上出水 身下出火啊 離地 這個這個這個在天上 然後呢這樣子 行住坐卧啊 對不對 眼見微平就夠了 他就開始問 你是不是誰 我要跟你去 他也沒有思維路 這不是為什麼啊 對不對 所以說 文變 這個這個這個 文解 理解啊 不是我們經驗中的 靠經驗思維 不盡難去 用這種方法 他靠的是善根栽培 所以前半段 你多看到的 或是看到 供養 布施 讚嘆 隨席 這個流通 等等 他會先做這個事 他就要栽培 慢慢的栽培久了之後 教理你去閱讀 你就 聞了你就懂 讀了你就懂 欸 你就開始 能夠文解了 這樣了解嗎 是要文解的 沒有錯 是要理解的 理解的手段 不盡然 只是那裡用思 用你的經驗思維 因為大聖佛法 難以用經驗思維 他就不思議法 現在的佛學院 最大的問題就是 太多思維 我來了近人 很多念頭 我都跟你講 你念頭太多 不要思維 我想請問一下 那是不是很多的事情 都是我們累世節 就聚生以來 然後在這一次 這個時候 這一次成熟 所以有些天生 正在教你聰明 沒錯 沒錯 對 你看台灣人講說 書啊 書啊 都是以前讀的 上一輩子讀的 不是這一輩 這一輩子再來讀太慢了 也是這個意思 對 沒錯 本來就是這樣 累接以來 更廣 也是正思維 他也是正思維 對 對 他就是正思維 是的 所以說 不是那種西洋式的哲學正思維 這麼假 要懂嗎 我們的佛學院 一般的佛學院 一開始下手 常常就 或者是說 太迷信 西方式的這種 學院式專注思維 其實這是很不恰當 背誦也是 也是思維的一種 那 禮拜他也是思維的一種 禮拜 所以說一字一字的禮拜 也是 我這樣懂 他更廣泛 沒有說 沒有說 不要去懂他 看看 你可想而知 格西都會這麼認為 你看看 他都會不懂 奇怪 不是拿來研究的嗎 怎麼一天到晚在送法華經 沒有研究法華經 應該把時間拿來 講說法華經才對 你看我們一天送五卷 才講一卷的 才用一卷的時間 一小時的時間去講而已 比例很少 對不對 才不是 才不是 這樣懂了吧 所以漢傳佛教 其實更加符合他不可思议法門 的理解方法 這就是經上說的 經上說 為言大意都在講這個事 這樣好不好 所以 為什麼我一再強調說 要請法華經回去供養 就是這個意思 你天天看到他嗎 這樣 其實當我們在送經的時候 也當然也是有需要理解的地方 但是有的時候不理解 也不要太可以 就是每天這樣持續送 持續送 那個種子就送在我們的 你不要管什麼意思 反正就送他就好了 就是這樣送 對 那些什麼第七第八 那些後人說的 要尊重 但是呢 真正在研究 在讀送的時候 難不成說 現在我在第七意思 等一下我進入第八了 不會 他就送進去而已 很簡單 理解也就是這樣送過去 對 你看禪宗就是這樣子 他才不管你什麼七八九十 他就送 他就這樣參究就對了 這樣了解嗎 是的 一點都沒錯 不過當然 有時候你在對某些專有名詞 想要了解一下 也可以 順便去了解一下 不要太刻意 你懂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不是不可以 為什麼就順便呢 因為你如果太刻意了 你每次送到他 就又把你 你搞理解的那個事情 全部又黏到那裡了 結果你的心呢 反而錯開了 誦經就是直誦 讓佛重新再跟你講 他一再跟你講 一再跟你講 一再跟你講 他其實在喚醒 你內在的決心 那你有太多自己的想法 你會邊誦邊有那個想法 跑出來 其實反而不專心 所以禪宗講那個不立文字 連誦經都不立文字 概念上是這樣 不是我不是誦經 誦經不就文字嗎 沒有 我是假借那個文字變成聲音 聲音進入到我心裡 我不做分別 還是這樣很特別 再來就是說 我們大概沒辦法 這個仗著自己的道德 我們必須在自己的這個發心 跟世俗的相應的努力當中 比較謙卑一點的來看待我們的能力 就比如說 如果我現在肚子餓了 我也可以來告訴自己說 我修禪定 禪月為死 這就是你的事 但你要告訴你的徒弟說 來 跟師傅一起修禪定 禪月為死 你可能會太高估他了 那我們只能說 來 我慢慢來 但方向在哪裡 目標也在哪裡 我常常講我說 萬佛寺 他終究是以修行為 才是最終的 但是時代的逼迫 跟我們業力的因緣 我們可能等不及 等我們變成拱心老而上 或者是變成這個這個 做託利網之後 我們才會為眾生做事 這個時候我們 要自己告訴自己說 我們能力也沒那麼好 修行也沒那麼好 大概沒這個音樂 因此呢 就要透過比較謙卑的 畫圓的方法 來告訴諸位說 我能力也不足 請大家多了解 但頂多只是這樣 修道人有時候 要對佛法要有信心 但同時 對自己也要留著一份 一份 一份說 可能我做得不好 需要大家的協助 這樣子的話是 我個人感覺是比較謙 比較忠優 不要講謙卑 好像別人不謙卑 比較忠優一點 這是一般我的態度是這樣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常講 我說 修行你也不能賣修行 你就算心裡頭想要依靠佛法 你也要告訴眾生說 我也需要你幫忙 這樣了解嗎 依靠佛法是本來我們就要相信的 但是依靠佛法的同時 我們也說 眾生也是佛法之一 我們也需要眾生的幫忙 這樣了解嗎 這樣子會比較 我個人會覺得說 比較平衡一點 更何況 這也是跟眾生畫圓 畫眾生的圓 我需要你幫忙嗎 當我說我需要你幫忙的時候 並不是我忘記了 我應該修我自己 更不是說我在依賴你 不是這意思 而是說 怎麼樣 你也來 一起來成就這個佛法的善事吧 這第一種 第二種 你也是會來佛啊 本來你就有機會 也有能力幫助我 第二 第三 你可以用任何能力來幫助我 不一定是我 而是我們來共同完成一件佛法的事 哪怕這件事我可以自己完成 但我就是要畫圓嘛 什麼叫畫圓 就畫大家的佛圓 這樣知道吧 掃地我也給自己掃啊 但大家來掃 你們大家都掃到 修到一份功德 大家了解嗎 是這樣 還有什麼問題 你覺得方便就可以 但是一定是 一定是有數目的 數目要三 三四 第一句 第二句 心中一定要知道 基本上是念完知道這是第一句 念完之後第二句 一口氣第一口氣念的時候 在第二口气 在第二口气 这个时候你知道这是第二口气 心里知道就好 敬一口气 要不要这么长我不知道 这算不算长我也不知道 就按照你的内口气就好 记你口气你的气这么短 实念法 你是指那个 你是指那技术念法 实念法跟技术念法不一样 那叫做技术念法 技术 记那个数目 记那个数目当然是这样 一句一句记 对 当然是这样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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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里都要知道一二三 那我身体完了就是 阿弥陀佛一 阿弥陀佛二 能加数字本应该吗 会 会加数字 不要说加 应该说心里知道 不一定要叫做加 心里知道这是第一句 这样也可以 当然一会 一般都会 一般都阿弥陀佛一 阿弥陀佛 我在讲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 阿弥陀佛一 心里知道这是一 但是不是叫做阿弥陀佛一 阿弥陀佛二 不是这样子 是阿弥陀佛 心里知道这叫一 是这个意思 当然不好 不需要 本来阿弥陀佛没有一跟二 那就是刚开始要讲的 后面不要 不是不是 你只要技术念佛 都要知道第几句 第几句 是记得那是第几句 并不是说真正要把声音加入那个一 加入那个二 那个声音出来 并不要 大家还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还是这样子 可以 要这样 刚开始本来就要这样 要清晰明白的知道 第一句 第二句第三句 要知道 那叫做十口气念佛 那不一样 那是指很忙的人 很忙的人 没办法念乃至于十分钟 都没时间 他就在佛 佛前合掌 尽十口气念佛 是这个意思 您知道的话就可以慢慢念好了 当然了 老师您是用十念法念佛 蛤 您是用十念法念佛 对 不 早期也会这样 现在慢慢的你就会用什么 用专注念了 就是 你知道 甚至用心中默念都可以 有时候 有时候跟无聊人讲话 他在讲无聊的事 其实我都看着他 我心里在念佛 那时候我就不会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人家跟他讲话 会显得不礼貌 那叫技术吗 那种无聊的时候要再这样 不用技术 因为 因为你专心了 你都已经专心在听你的了 那叫做专心听了 这样就够了 其实技术念佛是因为怕你不专心 那你已经能专心就不用再技术了 反而增加干扰 什么叫专心 就是佛号也清晰明白 可以 可以 不可以太不专心了这样子 也不至于阿 因为都是经嘛 你只要知道他在讲什么 大概在讲什么 大概而已啊 你要知道那你今天上午念法华经 下午你想要念无恙受精 因为法华经不可能 上午就念完了 你可能只能念第三卷 但是呢 这个地藏经有上中下三卷 你也蛮喜欢的 不念很难过 那你好那就会喜点 那如果你可以说 念完七卷法华 再来念地藏经的三卷 这样相对会比较好一点 也可以 对 但也有人不是这样 因为早上念法华 下午念地藏 也有人这样子 其实也OK 也OK 为什么那是正明昨天讲 阿鲁汉集结 为什么菩萨要怎么集结 你说什么 阿鲁汉怎样 菩萨为什么不集结 对不对 这个这点你问对了 这个我很少说到 其实我告诉你 菩萨葬 没办法用集结的 为什么 因为菩萨不思议法门 是要应激为善 你看看 光释迦佛现场要讲法华 都有人五千要离席 那你想想看这五千人 都是佛的弟子啊 要集结起来 吵起来会吓人 阿鲁汉 我不认为是这样 我不认为佛多讲过法华 那怎么集结法 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呢 僧文法是人本法 人本法 也就是说 我们变信寿的这种法 也就是以人的经验做开始 以苦结苦 苦不用 苦不用什么推论 每个人都知道苦 是这样 对吧 那就是集结的是那些 僧文教法 大圣经典不是他们集结的 很难集结 因为应激为善 你很难集结 还有就是那个 里面有很多什么 千二百 我功德严重的那些 对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打 他会多好 好 你说千二百什么 就是那些严重的 啊 对 那个是以父母所生 清净六根就能做得到 那个不用了 那叫清净 那个叫六根清净位 那个就是要到内防位的集 那个最后 满 六防位 也就是所谓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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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洗 独送 讲说 好 那么这个 尖行六度 正行六度 做到满 要这样 就是 至少要尖行六度 要做了 做了 然后最后呢 很欢喜的正行六度 这样 那可能要很久 现在大概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说我们要专行六度 很 我们难 还那个我直相还 习性还蛮重 这样 就顶多多送法华经 多送法华经 嗯 才能 不过话说回来 能不能 你会慢慢的 有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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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出家人修行 他会慢慢的看这个人好坏的 说不上来 他就自然懂 好啊 那 你比如说 上次有一次去用餐 那那个居士啊 已经来了 奇怪 你就会知道 我在坐电梯的时候 我就知道 那个居士来了 真的鼻子吻得到 他已经来了 那后来我又去说 我说 你刚刚坐哪一个电梯 对不对 我说对 那味道留在那里 那早期我们的 我们会心很散乱 我们不会感觉 那慢慢的你就会感觉 那是慢慢来 是这样的 所以我是觉得 那些只是告诉你说 会 你就相信 至于什么时候会 我想不用将心求证 这样比较好 这样懂吗 将心求证就是想要搞早点正德 那个六根亲近胃 其实是 要修很久 那是在内反胃 那很长一段胃 大家知道 好 好 可以啊 可以啊 就是他们家 他们邻居有个状况 孩子 就是他们邻居有个状况 孩子入了虫很高的楼 跌下来 现在是脑死没有 我们佛教主张自然死亡 不能够加工死亡 加工死亡 就安乐死 安乐是人类自己想来安慰自己的 死 有什么叫做安乐死 什么叫做安乐 你又不是他 你知道断气内战一定安乐吗 有很多的人 他 活着的时候觉得好苦 等到真要死的时候 他觉得还是要活的 他突然间后悔 很多这个案例出现这样 对死没有所谓的安乐死 死 在佛教来看 死痕 可以死得其所 当然也有 因为业障而受 意外而死 无论哪一种 他 就是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 修行人就是很正念 那周边的人要知道死亡 是任何人都要经历的事情 要有这种认知 接着来了 我们不加工死亡 那因此呢 当然我们也不加工存活 所以我们常主张说佛弟子 可以去签那个什么呢 不做无畏的急救 不是不急救 急救还是可以急救 但不做无畏的急救 那无畏的急救也就是说你已久病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今天是什么 什么病危 又搞了一个打强心剂 什么样的 都已经病到了 已经 已经好几年了 而且这个是不可逆的疾病 可能第几期的癌症 怎样子 你就去抢救了多一天 多活一天 多活两天 意义不大 这个时候 我们说我们不要求 这种无畏的急救 并不是说不急救 也不是明信急救 急救一定救的活 当然不一定 这样 但是刚刚这个例子是车祸 车祸就不是酒病 方向说 车祸在一定意义上 他希望我的操作能够让你活 你懂吗 这种情况之下 西医的进行急救 插管什么的 是他的灵机的判断 在佛法来讲 佛法说 不加工死亡 也不加工严密 加工严密意思就是说 就让你得病 我只能缓和治疗 比如说 癌症一定是起到不可逆 最后末期 你超过第四期 第四期还叫起 末期是指的说 差不多就没有 任何积极性医疗 可逆医疗 已经没有了 只剩下一种所谓的 实验性医疗 看你要不要做 那很贵 有的这很贵 这样听懂吗 这有时候讲成末期 末期已经没期了 这样 跟零期不同 零期是指说 诶 有这个东西但没发病 但你看到那个细 细胞 零期 它有它的定义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只能 你痛啊 我可以注射一点点缓和不痛的 这样 叫做缓和性医疗 它其实不叫医 它叫做缓和缓和你的痛 所以它也叫医 但这个医不是把它医好的医 叫做缓和让他不痛的医 这个事情 在台湾已经进步到这样 你可以用缓和医疗 甚至回到家里 那护士的话大概每三天 拿了那个针 贴在身上 让你缓和一下 或者是让你家人也学会 简易的处理 回到家比较好啊 减少医疗损耗 减少不适应的寂寞感 这个叫做不加工死亡 也不加工严密的态度就是这样子 已经是 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所以我们不去做那个无谓的急救 而我们也不去做无谓的切 气切跟插管 这样了解吗 但这些都在一个前提之下 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些做了 没有太大的积极的可逆反应 这样我们才说签署 而医生也觉得真的不要做 但是就刚刚这个例子是车祸 自杀 自杀接近车祸 就是说这种事不是本来正常死亡 是一种急性的外力死亡 自杀也是我们外力啊 外力啊 或者是它是跳楼 这样 你可以把它等多 不小心摔下去也是这样吗 这都不是自然死亡 所以医生在判定的时候 基本上会尽量抢救 会这样 所以这个医疗行为上就可理解 你们说每遇到死亡 我不加工严命 所以呢 跳楼我也不加工严命 你就也真正看到在那里死亡 当然也不是 所以就已经被发现 然后医生觉得还有命在 他就很可能做强力的急救 现场的情况我不知道 第一我也不是真正的医生专业 或者就理论上说 我觉得医生的处理 这种处理法 堪称合理 因为他是好好的一个人嘛 然后跳楼的嘛 那基于爱护生命 以及医生的天职 就是用尽一切方法来救人的命 这样的天职来说 他做那个 他做他该做 应该合理 那问题又出在哪里 出在说 做了结果没有 没有真正的好像活回我们想象中的样子 他在那里 进入到变成脑死状态 或者是 或者是昏迷指数低于3 小于等于3 在台湾定义上就 或者在一般西医的定义上 就是脑死状态 那我告诉诸位 这是他的业 这是他家人的业 这更可能是搞不好 这是他的意志 他不想活 都有可能 那么业 地藏经上讲的业力论对 死不死活不活 在阴间论对啊等等 这时候要送地藏经给他 回向给他 让他放手 该往生就让他往生 是这样 第二种就是 我把他救活 但他不想活 的情况是这样 那这个呢 家人可以 在他耳朵旁边 家人首先要接受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 他可能有真不想活的想法 你要去命他 他就跟你拉拔嘛 你要把我救活我就不想活 这也有可能 那这 这几种可能 也有可能是他本来不想活 现在想活了 可是业障现前 让他活不了 这些都造成 活着的人跟当事人痛苦 所以有两种情况 第一他自己的意志 投入在这个生命状态里 那也可能想活 但业力现前不让他活 也可能是还有机会活 他自己不想活 这都有可能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首先就是 要帮他消业这样 放生 诵经 给他 第二 跟他说明 要跟他说明说 自杀在一定意义上 也是杀自己 这也是一种罪 希望你能够忏悔 这本身这个作为就是一种罪 你要能忏悔 父母或者是谁 他是人家的儿女 对不对 所以要爸爸妈妈要亲自说 我原谅你这样的行为 亲自说 但是说归说了 要真心原谅才可以 你要知道有些兄弟都不一定原谅彼此 为什么你要去死 那这样的话 你把照顾爸妈的责任丢给我 第一种 第二种说 为什么你要死 我这么爱你 哥哥我这么爱你 妹妹我这么爱你 你为什么要死 你辜负我 再来太太 女朋友男朋友 恨 我们是 我们相爱 你这样对待我 那可见你不爱我 比如这一 太多了 其实想自杀的人 他真的是很无奈 你去责备他 实在是不需要 懂吗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的亲人必须真实的来说 你做什么 你都没有处挠我 我都会原谅你 我们现在来面对是今后的事情 那今后事情是怎样 就跟他这样讲 就今后 如果你还能活 你还有那个意志想活 那你就要用意志活回来 我们也为你送经 但是也有可能 我们的业力真的走到这里了 没有能活了 那你就放手 爸妈或者谁 我 我是你的什么人 我 我接受这个事实 就等同你久病一样 我接受这个事实 那你走 我们 一定有好姻缘 我也会为你念经回向 那 虽然自杀不好 我也会为你回向 那你也要求债 无论他想活或不想活 现在你 他听了 因为他还听 他还没完全死 所以你要告诉他 这件事情本身 他就要求债回 那我也会为你求债回 但我对你没有不原谅 完全原谅 再来 如果现在你愿意活了 你就努力活回来 我也会帮你 但是如果即便你努力要活 又活不回来的话 那你也放手 没关系 也应该要放手 有些时候 生命就是这样子 已经一个动作了 他回不来了 这样 第三 是 他想活 也活不回来 他想死 死也死不下去 他正在受业力国报 那这时候我也诵经 一定只有一个原因而已 鬼神过去的燕金寨主 在让他受苦 懂吗 在让他受苦 他不让他活 也不让他死 恰恰就是地藏经讲的那个样 赶快为他诵地藏经 大圣经典 包括法华经 都可以 他们家人能够送手 顺利做金刚经 也OK 一直回向 他的冤心在主 这样知道吗 所以这里分了好多 他的冤心在主 他本人还有周边亲友 都要有正确的想法 好不好 是这样 就不要再哀伤了 已经事情过了 要来面对他 那也不要说 为什么是我们家 怎么样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爸爸得癌症 你也可以说 为什么是我爸 你了解吗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来的 神这要断 有100个理由 但断 唯一一个原因 就是你时间到了 因缘到了 就这样而已 好不好 要这样讲 好 好 谈 谈 谈 你一定要说清楚 我说说清楚 做得不对 你要做什么 我很慚愧 我实在对爸爸的育民 很不太疼 但是最近 常常跟天而上 都一直劝定 我们劝心 哎呦 在国人家一样 一兆朋友 好 我有一个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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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次 爸爸听说 我不能发现 他里面有 阿弥陀佛 也有 功心菩萨 也有大师祭菩萨 我就讲到 原来的病理中 原来的爸爸 你自己也不在一起的 也施称大法 所以我很感觉 你 但爹里我们会 接受这个 保安 这个 嗯 你 对 你的体悟是对的 而且很正向 本来就应该要这样想 我还甚至于说 我说 一般 近代 或者近两三百年来 有古德 他说 这个净土五经 其中 什么 普贤赫愿平 是其中一经 对不对 那因此就常常会把 华言经里所所谓的 普贤菩萨 倒窥极乐 这就扩张为说 哦 这个华言经是 净土 奥密陀经的广本 因为里头讲了好多 庄严的 佛菩萨境界 等等 我想我这个完全是这样一错 但 这就事项上说的 就理体上来讲 奥密陀经的理 理体 其实就是法华经 因为一切 念佛就能成佛 那奥密陀佛 念奥密陀佛就能成佛 其实就是 法华会上的所谓授记 一切众生皆成佛道 法华为说一称道 五二一五三 所以 其实在理上来讲 法华经更是 《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的《理经》 《教行理三经》 《理经》 《教》 《教》 《教》就叫你念佛 叫教 但《理》呢 是指能念佛往生 一切众生皆成佛道 这种概念 其他事 所以本来你的体会就是这样 很好 还好你懂得这样的体会 是这样的 我们一向也是这样看待 所以说 为什么说我们是修规进度 那为什么我们要送法华经 拿它当两个妻呢 除了说 除了说我们教学天台 我们送法华经以外 它本质上也就是 它其实就是进入法门的一个根本 这样了解吗 所以是非常好 你的体会是很对的 本来就应该这样 而且你看看 哪一部大乘经典这么直接的就 就这样讲说 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 而且是一个这部唯一的一部 这个所谓的金钟之王 他用这种方法 明摆的这种文字写着 对不对 是这样 所以说这是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净土法门的 一个 所以说同一个系统的经典 你可以甚至可以这样看 这样好不好 了解 还有什么 昨天 昨天 是对莫马时代民众出家问题 有的就是 这些东西 我觉得 很不错 还有国民的经过 其他社会 也说 每个都出家 莫马时代最好 会出家 在家去结婚 非常好 没有经典上这样说 这是这些慢心白衣居士的说法 没有这样讲法 好了 你看看那个 出家一日一夜都可以累结不堕 恶道 乃至阿修罗道不堕 累结在人间天上修行 是在经跟律上面讲的很多 哪怕是只有出家一天 有的人还更扯 临死之前要求失误 给他剃度 这样不太好 但还是总是展现出一种决心 那有一个慢心居士 他后来 他把他的网站什么全收了 他把他的那个所谓的道场 有捐给了出家事物 然后得了一阵 临死之前做个沙咪 剃度 做个几天沙咪 我是觉得说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当然可以更高标准的说 但低一点的标准是说 他这样反而也很好 不是反而 就说还好他做了这个事 他当年还是讲经说法 还成立什么菩萨生团 我就公开骂 我说那是头脑坏掉 颠倒 骂了说还有比丘尼跳出来说 我不对 我说这比丘尼 这头脑在想什么 然后他还讲经说法到中国大陆去 是这样 那个人就叫李元松 这个人 后来他的书全部收掉 烧掉 他的网站全部关掉 他的那个什么在向山 台北向山那里的所谓道场 捐给出家事物 他自己归依净土法门 然后最后还出家 要死之前出家 做一个沙咪才去死的 那你这样就可以知道 这么卖心的人 还自以为是的人 最后他还是反悔 还是出家 所以那时候忘剑 那颠倒剑 那不可以这样讲 当然没有错啦 印光大师有说到说 哎呀末法女众出家 不好啊怎样 他是救男女受受不侵 女众修学佛法不容易 的角度说 但现在已经不是了 现在女众修学佛法都很容易了 手机电视网路 你都如果你愿意修学的话 正确的修学 当然网路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但是你如果愿意修学 你就选定善知识的教法 来听闻讲说 那至于在寺院里头 接引众生 扫扫地啦 然后做早晚课啦 安顿一间道场的功德因缘 然后即便我不讲经说法 我也不去外面参学 我也可以在屋子里头 听见闻法 这都可以的 所以说那种说法是不对的 那甚至有人说 哎呀出家的吃十方的饭了 可是倒夜未成浪费 信思消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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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 就是说消掉那个福报 浪费福报 是啊 这个说法是 也有古德这种说法 这是在警告你 这是在警告你说不要出家了 然后赖佛吃饭 懂吗 他在警告 当然是对的啊 可是 有谁是要这样来出家的 如果是这样 当然就叫做发心不振 我们当然就不让他出家 我们一般讲的出家是 发心振 就是我好要出家法 我愿意将生命呢 照顾老公 照顾老婆 照顾儿女 照顾事业 照顾家庭 这种时间 全部用来照顾道业 照顾众生 支持佛法的弘扬 这是善心啊 什么不对 那最终我做得多跟少 做得好跟坏 就尽力而为啊 出家打包票一定要开悟 打包票一定成佛 当然没有这样 所以这只是尽力 所以只要你发以上这样的善心 而你真心想 觉得我适合这样做 那你就尽管去出家 不用担心修得好或不好 有人说没有办法呢 我放不下男女 所以我不能出家 这是你的事 这不叫做出家不好 对不对啊 这是你的事 那当然有人说 我还是想出家 但是我害怕犯戒 我说对了 但是宁可出家 犯戒下地狱也不可不出家 不犯戒 然后修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你念善念就超过了一切犯戒的 的因果了 我是因为善念 因为要全心全意来赫誕佛法 我来发这个好心出家 这个善念是贯穿所有界的功德和恶项 但是我能力真的差 实在是有那个善念 恶元献前我犯戒 我的善念 我的善念 是善念 犯戒 一定低于那个善念的 的强度 何以故 我要不出家就没有犯戒这种事 是不是这样 要不男女 要不怎样都是 当然了 我在家人我也会有犯男女戒的问题 就是邪影 是这样 那 我不出家 这也是一个问题 我出家 当然我不应该犯这个戒 可是我当时是发这个好心的 可是我业障现前 我真的努力了 我颠倒 我来犯这个戒 我宁可愿意下那个地狱 可是我为佛法发善心 这功德更大 将来会引导你成佛是这个 懂吗 所以有人说 有人说 宁可啊 发大菩提心犯戒处身 天龙八部就是这样 他就处身到 可是呢 他能够听闻大圣经典 我都不愿意去做小蹭人 不犯戒 经常就有这样讲 类似他 所以说 从各种角度说 那个说法不对 不恰当 邪之邪剑不能成佛 邪之邪剑不能成佛 但邪之邪剑可以被导引 导引完了 他放弃了邪之邪剑 他就能成佛 是不是这样 一直在邪之邪剑 他当然不能成佛 这样有点 但不会坏掉他的佛性 佛性不坏 但是会骂你的成佛性 可能会骂你的成佛性 当然了 因为他邪之邪剑 会让他走错路 会让他造很多恶业 这个恶业很可能 就是一念之间的恶业 很可能让他好几节 不能够闻正法 法华经上不可以这样讲吗 对不对 就会这样 只是一念叉词而已 所以说 宁可百节不开悟 不可一念堕邪剑 古德就这样讲 所以政见很重要 那政见就牵涉到你 清净善知识 清净好道友 就牵涉自己 你如果不清净好的道友 像你这样听听听 听这类的人就颠倒了 这样了解吗 这个是目标 所以念到骨髓的意思就是说 不念而念 念而不念 这样子 念念都能念佛 这是一种功夫 是这样 当然可以当作一种功夫的目标 但不是一下就能做到 还有一种念到骨髓的 因为华文这种说法是一种比喻 另外一个比喻就是 我的信心很坚固 信心坚固不一定从念而来 有时候也从思维来 这是也可以思维 过去栽培的善根 善根来 有的人 听佛 听弥陀 名号 就大起充遍生 那是获取的善根 也可以 知道吗 我念的样 随我路贯的意思 随路贯是的 我也常这样讲 随路贯的意思 不是说停留在那里思考 就是说念过去 按照自念的意思理解 有理解又有理 没理解你还是念过去 这样 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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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念 听那个声音 专心看的字 去念它 是这样的 当然背起来了 也是要专心背 专心背也不能熟慮它 也是专心听那个字句 然后知道它的道理 知道生根浅无所谓 知道多少算多少 就这样 pass过去 这样 这样 不要 专心听就好 专心听 或者计数 刚刚讲计数 那与其这样关 你还不能关佛像 你关嘴没有意义啊 是这样 当然你把注意力放在嘴里 也是可 嘴前面 当然也是一种善巧 那与其要这样子做 不如去数数 阿弥陀佛一 阿弥陀佛二 不如这样 你当然也是可以啦 你真的是不得已了 你就要这样 你只要这样做 不过最终 不要老是这样做 是这样 要干脆观佛像 是这样 这样懂吗 好 那不知道那个 你跟那个 用面珠 不早 面珠加了一个动作 有的人会脏 心会比较脏 那用 用阿弥陀佛一 阿弥陀佛二的话 就是说 你没有面珠 你也可以这样念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因为手在动作的话 会气会有时候会乱 不太容易电 所以古德会比较强 比较建议说 数珠很好 啊 数珠数完的时候 也把它放开来 用 新记忆 那个一啊二 会更专注一点 不然你数珠数九 也会数六 反正就一圈嘛 我就按一个 一圈嘛 我就按一个 记数而已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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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心的跑掉 反正手在动 这样懂吗 不过话说回来啦 这样也很好 至少有两个东西在动 没有变所有都在动 平常我没念佛 什么东西都在动 至少我这样子也还好 所以数珠还是可以用 还是可以用 技术 啊 有啦 有人用技术器 现在用电子化技术器 相对比较耐操一点 不然如果机械性的 就太糟糕了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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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已经没有了太重了 就没有了 也可以 用电子的也可以 也可以 当我们对内魔有信心的时候 我们在内魔当下 是不是就比较不会打妄想 不会打妄想 是不是也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对佛 没有很大的信心 是 也会互相影响 是这样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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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啊 如果说你对念佛有信心 那当然你自己平常 你自己平常 在行文上 把念佛跟拜佛融进去 比如说边念佛边拜佛 这样也好像做了运动 唱功常鼓励这样 我也觉得这样蛮好的 身体要调理的话 多动一点是好的 特别是拜佛 是这样 可以啊可以啊 八十八分也在拜啊 也有在拜啊 很好 是这样 时间如果够的话 多多易赛 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关于受菩萨戒的话 是这样 他是不食众生肉啦 那在父母 有时候年纪大 他可以说 你可以善巧的导引他说 多吃素 那必要你还得煮荤食的话 就是煮那个三尽肉 就是不畏杀 不见杀 不闻杀 是这样子 那 至于说这样有没有犯菩萨 因为终究不是你吃 你不要去吃 这样子的话 其实还可以说得过去的啦 你要知道 你自己给自己发个愿 就是说啊 未来母亲往生了 我就可以完全断这个动作 现在呢 因为母亲的关系呢 我也求佛加倍 愿意受菩萨戒的功德 回向他早日述食 好这样 第三呢 你就真的去学那个 他比较爽口一点的 适合他胃口跟健康的素食 那么以一种 不一定用宗教的立场 用健康的立场来诱导他 说初一失误吃素 六灾日吃素 或早晚吃素 或者早上吃素等等 这样跟他用一种 或者宗教 或者不是宗教的理由 只是健康的理由 我来跟他多沟通看看 那当这样子 渐渐觉得可行呢 那么你就告诉自己说 我如果还要煮肉死的话 是不得已的 基于要度化母亲的一个不得已 而不是我还要食众神肉 这样的心情上 可以了 那你就去受菩萨戒 应该还可以 那受的话 我建议是受那个 不要受饭网经 受再加优伯社戒经 这样就可以 有人说那个不是菩萨戒 是这样子 对 那个不一定算是菩萨戒 但是 其实菩萨戒是 发善心 断一切恶 无恶不断 修一切善 无善不求 度一切众 无一众生不度 那基于这个三个根本目的 你去实践任何的善法 好 其他都是菩萨戒的一种 你可能网路上查一下 那我经验中的 不太记得是哪个 今年 我不太记得 你可以在网路查一下 瑞山士 瑞山士 你可以问问看 他如果传善诞大戒 一般都会有 你也可以去受 这样 好 好 好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天上 宋王阿兴的时候 我会想念一下 就是前年 在我那个年代之后 我很多年都在奏摊 我也其中一个 那我在一间 宋王阿兴的时候 突然独立堂的 像我跟小孩很难受 我都分享了 很痛苦很痛苦 三次 第一次 我实际 自己 我就不离开了 都还有一天神仇 第二次 第三次 后来我只能讲 如果 你叫我再生意 我就 你把我拿走 那我去出了 我出了这次 我出了这次 我想 后来我想想 可能是英国 出了他的问题 所以 反正 这件事 如果当时 我如果离开 可能会 没办法消 这件事 我就先前想 所以 我说 如果我真的是 坐在那麽不须 我在锅底 我去救命 我身体都会 出去 去吐 后来 出来了 我也不离开 真的 吐的嘴 都是东西 我是坐在旁边 后来 我就 念阿姨 口阿姨 口气 自己无怜 那你本来是小 自己无怜 是 对啊 当然 这不一定是大陆而已 台湾也在堕台 台湾堕台 是他自己愿意堕 所以说 无论是政府 或者是 自己 众生斜见了之后 颠倒了之后 他就会这样做 那这样做的话 当然一定是杀业 那你懂得这样转向 是很正确 法环境确实 就是有这个 有大力量 这个宵夜 只是其中之一的 很小很小的力量 但是呢 你已经感受到 他的作用 那你有一个 做一个很正确的做法 就是说 面对 《宋法华经》的时候 他的一个痛苦反应 莫名的痛苦反应 你懂得联想到 啊 可能以前我堕胎 的罪孽 这是很好的 当然 我们不一定 我也不是意思就是说 以后你要遇到什么 你都去联想 你做了什么坏事 但是他自然的 让你联想到 并且也虔诚的 发起你的忏悔心 无论他最终真还是假 你真的就做过那个坏事 那你借这个机会去忏悔 那就对了 不用去管说 那是不是因为这样而造成 那因为他引起我理解 回忆 记忆起 我曾经做过这样杀生的事 那而且还是我们自己的儿女 对不对 那我们去杀他 那我求忏悔 而且忏悔到 我愿意放下 哪怕我死了 我也要继续送 那是我造的业 是这样 我愿意这样做 那这就是放下 通生放下 那这样的话 你去送法华经 削那个业 真的是很好 本来就要用这种方法 也就是不跟他对抗 我惭愧忏悔了 那看怎样就怎样吧 那真的痛到这样 大概就 就真的是 像有人 有人在念佛的时候也是 业障现前 莫名的痛 莫名的事 怎么样 那这些都 要告诉自己 不能说我念佛没效 我念佛怎么才这样 不就在宵夜才会这样 我送法华经 怎么会这样 像他这样子 他如果颠倒想 我送 我跟法华经不合 我送成了 我才会变成这样 那不对 那就在宵夜 对 这是很正确 用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刚好法华经力量大 跟你有缘 他就马上显现出来 是这样 不过法华经的特别是特别力量大 消业重 但有的人消业不是这样消 他这是肉体的痛 因为你堕胎本来就会有 是肉体的事 有的人不是 有的人心情 心情上的恶 恨 或者走 送不下去 或者讨厌起法华经来了 送着送着讨厌来 那还是也 本来我要送的 怎么会变成讨厌法华经呢 哦 那就是你 你就是以前那个五千离席 这一类的人 或者嘲笑 或者是毁谤 今天让你送不下去 或者送了就是全身躁动难安 或者打瞌睡 睡死了 或者疾病 没送没病 送了就头痛 或怎样 一大堆这种事 千万要记得 这都是好事 这一定是在消业状态 懂吗 要这样 你讲到送经 在地藏经 大概很多人都在送 可是当我送地藏经 不讲到鬼 什么什么等等的话 就让我真的 也实在是 就是这一幕 会送不下去 那请问我要如何 那改送法华经 也不用勉强去冲撞 不用勉强去冲撞 法华经送到一个程度 你再来看地藏经 大概就没这种事 对 那也是一种业障 那没办法 不过如果送法华经 你OK 你就送法华经 这样好不好 是 那什么念经 是不是要做完 不做一个 法华经本身 就多少带着这个意思 他说 我供养什么咒 让以后送法华经的人 不受磨难 不受怎样 那 普贤劝发品当中 普贤菩萨 此事这个咒 就是让送慈法华经 能够理解 能够受慈 能够记忆不忘 是可以这样子 可以 一般僧文人 就不太懂这个道理 他就直接出在 法华经上的咒 这样 送这个咒 对 因为我们在修法华 当然要送法华的咒 这里头有六个咒 六咒 二十六品当中 第二十六品是有五咒 然后再加上劝法品 中的第六个咒 都可以 随缘送 全送也可以 每天全送也可以 这样 懂吗 念手 慢慢念 慢慢念手 那年咒 两千多字都不难了 那你这几个字而已 还好 不是刚刚念这咒吗 前面有没有讲一些 一天再念 还是单独念咒 咒 咒归咒也可以 就是说你就独立那个咒来念 独立来念 至于诵经就诵经 诵经当中有咒 你就顺着念过去就好了 对 我是单独念咒 就单独把咒拿出来 不用头不用尾直接就念 就可以 还是 你们有在这边用餐吗 有 登记才知道怎么做 我听不懂 有什么 约堕胎 约狗 狗堕胎 圈钱去给狗堕胎 真第一次听到 结差是可以的 但已经怀孕了 你又去堕胎 你还不如让他生下来 才能把他结扎 比较好 是 当然了 动物结扎 听说是直接拿掉 狗丸 拿掉子宫 有人说 这样好残忍 那你生下来 让那个狗狗没能养 到处去受伤 那更残忍了 这是第一 第二话 当然了 是残忍 那你可以人到一点 你就像人类一样 用结扎的 那是比较贵 你也可以找那种人做 你知道了 女生结扎 是可以 掏开来的 他是用绳子绑 这样的 所以结扎没事 男生也是 男生也是 除非 你把苏金管整个剪掉 是这样 不然结扎 你说这样 残不残忍 还好啦 没残忍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说猪狗 也要用这种方法 成本相对比较高 因为他要为创了 好 那样子 那就比较高 那如果你真的害怕 你就这样做好了 没有说猪狗结扎 猫狗结扎 就一定叫残忍 也不是这样讲 所以结扎是 我们比较主张的 我们比较主张这样 但不要说去堕台 堕台 谁 说他说 就是经常 经常都说要广宣流露 那就是 所以我也就会担心说 而如果 就是说 有不出去 他朋友看了 他不信佛 他会回报 那他可能会有一些 对 那你会担心 那我这样子 还要再 要准备下去 对 这个经常有说嘛 就是说 没有善根 不信的 我们不畏缩 那个菩萨界也是这么讲 当然就不要 不要去冲撞 拿法华军去冲撞他的 他的业障 是这样 他就更造业了 不要这样 我们讲的广宣流布是什么 对可广宣流布的人 比如说 这位 谁谁谁 他也念佛 他也信佛 那就跟他讲说 我这次去参加什么 感觉很好 我跟你分享 要不要 分享完了 就说其实 师傅有说 你甚至于 可以 请一部法华经 在家里供责 或者是阅读他 你要不要 好啊 如果你请给我的话 我就送了 不要这样 那这样就可以啊 你就可以广宣流布 再讲的是这个 懂吗 对于那个没有信心的 根本都会毁谤的那个 我们是默而不说的 Facebook上是这样子的 你在你自己的版面上面 刊登 流动 那是我的事 你是我的朋友 你可以不看 但你不能对我说什么 这是OK的 至于他万一 他讲了风凉话 是这样子 那你看朋友的状况 如果说这个朋友泛泛的 那你就可能 话就要比较严厉一点 或者说比较明白一点 说说 我 我们是宗教自由的国度 那我也希望 大家彼此尊重 宗教的信仰 这样讲就好了 要他闭嘴 这意思就是这样子 是这样 那如果他是 根本你的好朋友 那就不能讲这种话啦 那就说 某某人呢 不晓得 你为什么有这种想法 这样子 这个是真的 我的宗教体验 当然你可以说 你没有这个体验 但 可能 我 我只能让你知道说 这是我的体验 那如果这里有让 让你感觉不舒服的地方 真的很抱歉 这样子 你去贴到他那里 当然就要衡量 就不一定恰当 那是我分享在我的动态里 OK的 这是我家 这是我的公告栏 对不对 你不能说 我连这个都不能 那这是干嘛 思想戒严嘛 当然不能这样 这样懂吗 有人就是这样子的 有人 有的人朋友就是这样 所以有些佛教徒 很闹 你懂吗 很闹 很闹到什么程度 哎呀我有好多朋友 不信佛的 所以呢 我的版面是不能够有佛教的 这个就是很糟了 这已经失去了自己宗教的格了 你甚至于能帮助你的朋友信佛 都没机会 这就不对了 我讲的是这个 这样好不好 是这样 所以在自己的动态里 当然不要太太excited 太疯狂 不要太这样 让他觉得 哎呦你看看信佛人怎么这样子 他真的就会毁谤 但是我们淡淡的表达 我们宗教的喜悦 跟体会 天经地义啊 也应该这样做的 这样了解吗 用这种方法 就中庸的做 有人甚至于说 哎呀我在跟政府做生意 所以我们不要让他感觉 我太宗教 这种就是 为五斗敏折腰道已经没格了 你懂吗 这是你自己的动态 你还怕人家知道吗 你看很多基督徒 一天到晚就跟我说 我是基督徒 还特别挂了一个十字架 还怕人家不知道 还露出来 奇怪 我都没看过佛教徒挂万字牌 我倒是想做来给人家挂 对啊你看看 有没有 不信基督教的 他还喜欢挂个十字架 好奇怪哦 好像那就高尚多了是 可以啦 人家喜欢挂舞 我觉得OK啦 我觉得很多佛教都太阿Q了 太没有自我感 这当然也是早年 有人批评是早年 中华民国的八典堂 演戏的时候八典堂 讲台语的一定都是泼妇骂街 一定都是冷漏咬槟榔的 讲台语 讲国语的一定就是医生校长老师 身份高的 早年呢 讲一句台语都要花钱的 那时候 宋楚瑜定义 宋楚瑜推这个事情 是不是因为蒋介石要求他这样 不知道 所以宋楚瑜后来选总统选不上 他再怎么选他都选不上 他要不忏悔他好多政策 他是选不上 他是个好人 但是做过头了 你懂吗 这不是政治问题 这是很多人这样讲 有老师父这样讲过 这是他的业感 不谈了 那么呢 好像神父 好像结婚 奇怪 只要演到结婚 都在教堂 是不是这样 那演到泼妇 或者演到家里灾 有灾难了 都去求菩萨 怪事了 你看八点堂永远这样演 台湾八点堂就这样演 演成这个样子 所以呢 人家就说了 你是什么问题啊 你干嘛去拜菩萨 他就这样说 然后呢 哦 要结婚了 找神父 奇怪 这样懂吗 年轻人就给他这种感觉 很死板的感觉 很糟 很糟 所以我蛮 我蛮欣赏那个通灵少女 通灵少女 他倒过来嘛 是不是这样子 通灵少女 几乎变成少男少女的救星了 你懂吗 是这样子的 通灵少女演第二集的 HBO演第二集 你知道吗 要去广宣流通 是这样子 已经点第二季 不是第二集 第二季 诶 还没演啊 十月底的样子 十月底 再广告 再广告 再演的那个女生 也很正像 那个谁啊 那你做什么 郭书瑶 郭书瑶 郭书瑶他人矮矮的 人矮矮的 其实他 他在外部形象上 脸蛋还看起来可言 人矮矮的 那他就知道是有弱势 可是你知道他得新人奖 是得哪一部吗 志气 演那个景美女中的拔河 你知道 根本就轮不到他演 那么矮 你怎么演啊 但没人愿意演 为什么 那导演要求啊 去演这个主角的 要跟景美女中的同学 一起练 你知道 那个连男生都练不了 那个拔河那个绳子啊 光握着都会痛哦 光握着都会痛哦 你不能戴手套的哦 不能 你去握握看 好粗 因为景美女中一直以来 连续几年就世界冠军 世界冠军 女子 室内室外都冠军 搞了西方人觉得 他人头马大怎么拉输台湾 这些女生呢 就输 因为他就有办法训练 很厉害 你看他训练真的很辛苦 每个人的手那个长剪啊 这样 结果导演说 一定要加入训练一个月 才能来拍我这个片 所有的女生通通跑光光 后来人家想到 郭书瑶 就问他你要不要 他很认命 他说我要 他真的下去训练 训练到晕倒 就是真的很苦这样 结果入目三分 结果他得心能奖 然后他自己也写了一个感恩 还什么 写一本书 他认为在他辛苦的人生当中 好多人帮他忙 是这样 他以前做过捆工 就比较捆工 就帮忙苦力 因为他是外配妈妈 爸爸呢 猝死 他去上夜间部 书也没读很好 还是读夜间部 还是说没有钱 读夜间部 爸爸送他去学校 还没下课 消息传来 爸爸是猝死 他太那个了 他为了帮助他妈妈 因为他妈妈是外配 他觉得妈妈在外面工作 可能会受伤害 他说那你妈妈你也不要做 我为姐妹 我为弟妹 我去打工 他就在哪个学校附近 在那打工 人家看他的外形 被心探发现 所以你要不要来拍广告 就那个沙很大 有没有 完全把它弄浪成那种 色色的样子 没办法嘛 就是你小男生 就要看这种样子 沙很大 其实也没什么 就穿着上比较性感一点 就这样 人家就知道这个人 他就把他定位为 不是很路由的 沙很大 这样 他整个广告就是一句台词 沙很大 就没有了 然后来他就 开始 一点点展露小头角 慢慢的到现在 因为得奖了 什么什么的 再加上通灵少女 他很投入 我们看他在演的时候 就知道 这个人很敬业 我讲的是敬业 不是靠外表 我现在比较伤心的就是说 网络上面很多网红 用的都是外表 外表不长久 他很懂 他知道外表不长久 也会给人家看清 懂吗 要靠的是演技跟决心 跟人生体验 跟投入学习 他有在一次访问当中 人家因为他通灵少女有名了嘛 人家开始给他通告 给他访问 问他说 你是什么成功的 我觉得他是给年轻人很好的榜样 他说 哪个导演教我学什么 就学什么 学书法就学书法 学跳舞就学跳 学唱歌就学唱歌 很苦 我都学 这就是演艺事业啊 演艺事业本来就要这样 不是靠眼带你懂吗 更不是靠身体 我说那个日本的女優 那个AV女優 完全靠身体 你演多久 他们说 那个叫演戏 AV 就是成人电影 那个能演多久 你大概三年就 人家都看艳了 那肉体这种东西 一定不长久 你一定要靠内心的隔 生命的隔 你才能演得久 你看欧美很多的那个 好莱坞的得奖 他们的生活的内涵都很丰富 他是很演好戏 台湾有 台湾的演艺人员也很好 很多也能这样 但是就心量 缺了一个心量 就是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台湾的演艺人员缺乏 缺乏一个 缺乏一个更广大的空间跟 企图心 这点有点可惜 太小确幸 拍了电影 我注意他 自从海角7号之后 台湾电影开始复苏了 你知道台湾曾经是世界 仅次于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国 你要说台湾曾经有过这样 一年365天 一年365天 他出过200部片 好多科幻片 好多科幻片都曾经在台湾拍过 哪里 就是我的故乡北投 一般人不知道 我的同学也曾经在那个时候 作为后期 但是我就看得到 他们没有企图 没有企图 后来是保莱坞 后来才是香港 是这样 台湾拍的电影 那个题材是丰富的 你会吓死人 50年前就拍什么 上月球 你知道完全没有特效 完全没有什么 你知道他用什么 他用那个广告剪纸板 他都演了 演了很高兴 我都有看过 很大胆 很有创造力 都在北投演 北投是当年的台湾好莱坞 你们都不知道 哎呀 对台湾你们了解太少了 还有台湾的流行歌曲 一直到现在 金马奖为什么这么厉害 因为他一直引领的华人的思想 跟流行文化 所以大陆不是有句话吗 不爱老邓爱小邓吗 小邓就是邓立军 老邓就是邓小平 在那个戒严时期 他那个是 讲这个话要杀头 不会 讲这句话不杀头 因为邓立军的歌呢 抚慰了很多内带的大陆人 而且没有政治意图 没有说反共必胜 没有讲这种话 对吧 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些 我一直觉得流行文化 是弘扬佛法的好方法 所以我开始注意这个事情 其实我也在画园人家 要来拍片 拍佛教片 佛教意涵的片 但是不是佛教的什么 和尚啊 少林寺 火烧少林寺 这种 这种无厘头的 不是这样 要找到资金 也要找到好剧本 不容易 不容易 是这样 所以说 就是我对台湾这个电影工业 事实上是很期待 很期待 但是没有机会 要是给我有十几 一百亿做事情的话 那个事情我一定会投入做 佛教要靠艺术去弘扬 特别是演艺艺术 最直接 让年轻人能够去看 你看看 我们与二的距离 演得还不错 但是 红到大陆 很多台湾的出家人 根本不会去看电视的 看电影 看这个剧场 这是 他是从 这种直剧场 一直发展出来的 一种好的剧 好的这种所谓的剧 好多大陆的出家事物 都去下载来看 然后导过来说 你们怎么没看 我们看疯了 怎样怎样怎样 好吧 看一下 那有的师傅 我是还没有看 没空 有的师傅一看 都说 一视成主顾 一看成主顾 这样 就停不了 就追剧了这样 那其实他就 他其实演的是很接地气 很接地气 正义而已 的疯狂的律师 为了一个 台湾会发生 任何一个社会 都会发生的事情 然后他去演 像剧场演这样是OK 接地气的东西 但是电影更难 电影在两个小时前后 他要展现一种气度的话 不要搞好莱坞那一套 好莱坞那叫做纯娱乐 韩国也是走这样子 你看韩国 那羽神同行 第一出还可以 到第二出就不行了 完全瞎扯 完全是在赚钱用的 那这就代表他 韩国电影工业 他的底气还不够长 他可以一鸣惊人 但他的续集拍起来就很难看 真的是不行 看不下去 第一集为什么好看 因为意外 意外 哇 完全是好莱坞手法 加上东方元素 意外 等到第二集 梗完完了 只剩下money的梗而已 韩国人还是在赚钱 他只会赚钱 那这样你就坏了自己的品牌 这样懂吗 是这样 嗯 嗯 一念就不痛 那没有什么关系啊 一定在宵夜状态 你懂意思吗 那就让他消夜 消到后来 当然你也可以去看病 也可以 也应该去 我告诉你啊 惠律法师就说了一个他自己的故事 他说他五十肩 五十肩不一定是五十岁喔 他其实四十多岁就得五十肩那样 他手痛到不行 有一次他去骑山 讲经 还一次 咚咚咚不行 他全台湾的医生都看完了 把医生都考倒了 没有 我从医院去看 没有什么病 你看这样就是业障 惠律法师也是 他是我师伯 他说怎么看 没办法 结果有一次他去骑山 又讲经 那一份冷气吹到他讲 又痛到了 快抓狂 结果那车子呢 他载他回来 他住高雄嘛 经过骑山呢 经过一个十字入口 那讲完经都十点 都快九点多了嘛 那所有的 我的店都关了啊 好 当然医院没关啊 西医没关 他就在通 刚刚有个红绿灯 停在那 他往外一看 他在通 有个什么 有个那个 那个 那种 清草药店的那个 接骨锁 一盏红红的黄灯 昏黄的那个灯泡 掉在那 还没关 他就说 你停下来吧 随便让我弄个什么药膏 就会好这样 就也我也好这样 他就下来 下来就说 有没有人呢 有出来一个 光的脚丫 光的上身 咬的檳榔 的滚头塞 滚头塞 听得懂吗 拳头师那种 没有执照的那种拳头师 没有什么 五十斤 我不知道谁没说五十斤 你跟我说 你哪里听了 他那五十斤都没听过 你知道吗 他说我没听到 他就把他手拉来 抖啊抖啊拉拉拉 他眼角 偷了钥匙 给他乱抖乱弄这样 然后就 药膏拿回去 自己贴 连帮他贴都不帮他贴 这样自己贴 结果你知道吗 贴三张 好了 再也就没变 五十斤就整个好了 他在他的录音带一讲 他的意思是说 业障没消 看什么医生都看不好 业障要消 随便找个接骨师 随便个狗皮膏要一贴 反正最后欠他的钱还了 你懂吗 好了 就这样好了 这真的是这样 所以你去检查 不会有病 我有个学生 他就是把人家的骨灰牌子 那个吧 那个神主牌尾弄掉在地上 我跟他讲 不要这样 要小心 他还是好好弄掉 结果呢 送中国医药学院急救 检查三天 尿液 血液 什么液都检查 没病 后来我们去跟那个牌尾 讲一讲 送一部法华经回向给那一群 往那群祖先这样 说要送地藏经 他就好了 他在医院里就好了 就被送回来了 你看看 所以真的是业障 好不好 请管送 还有什么问题 刚刚讲到拍片 是不是这样子 我怎么会讲到那里去 郭书堯 对 我讲到的是 郭书堯是讲的 通灵少女 我在讲的是说 结婚就拍礼堂 出了问题就拍菩萨 奇怪了 坏事都拍菩萨 你懂吗 好事都好像 他们人间认为的好事 都是美美的 都是一定要穿白婚纱 一定要到礼堂去 这怪事 是这样 像台南政府在盐 盐城那里 盐田那里 台南叫什么 盐什么 北门 对不对 不是弄了一个 那个什么 什么观光教堂 他是用一个形象而已 你知道吗 这在西方国家 或者在日本 是不可以这样做 你拿公坛 去盖一个西方意义下的 宗教 某个特定宗教意义的建筑物 这样是政教不平等 你懂吗 干嘛你不盖一个庙呢 是这样 是这样 不过我们华人社会 没有这种概念 那就算了 就算了 像那个日本 也有一次 当然 那个是不可同日而喻 日本有一次 他们也是要破土 也找那个神道的 来念一念破土的仪式这样 就有日本人去告 说你这样的政教不独立 你怎么可以拿公坛 去用钱去请那种道士来念呢 他去告到法院去 那台湾当然不至于到这样 但是这个情况 后来被判政府无有过失 他说那是一种祈福行为 而且是短暂的 是这样 他可以基于他的理解 而去这样做 但是我说的那个 那个演什么 水晶教堂 水晶教堂 那个那就不一样 那是长期的建筑物 他就变成政府在支持一个 长期宗教意志的意识在那里 这样就不一样 所以真要告的话可以告 是这样 现在我很忙 每时间告他 告有什么意思呢 告不是说一定要赢 告是要借由这个机会 让台湾的法律界面对一个问题 说这个事情到底可不可以 这样让他去思考 是这样的 现在因为我这个重大问题还没解决 像我昨天写到三点多 就写了一篇关于土地问题 土地问题要明天要去跟他谈 你总要有一个跟政府谈 那要有一个概念在那里 是这样 那因为现在要面对这些事情 我顾遇不到那里 将来如果什么事情比较圆满 然后万佛寺的外面整理整整顿也整顿好了 这样 那 那个台湾宗教联合会 我就会去栽培或者去推动 专门提告 特别提告政府 要让政府知道说宗教的尊严 你是会被挑战 你如果乱做的话 你会被挑战 而且让他上新闻都没关系 这样子人家才会意识到 宗教的尊严人权在哪里 那也是不平等 对啊 那不平等啊 因为你用公家机构的钱 去盖了一个 某一个特定宗教的意识形象在那里 那那就意味了什么 那我到教怎么办 我其他宗教怎么办 对不对 你们拍婚纱都到那里去拍 为什么不来万佛寺拍 和尚都会拆散人家的婚姻 谁说的 我只没有去纠合男女而已 已经结婚了 我还是告诉你们 你们要好好在一起啊 我也没有说 啊 婚姻是生死业 找离婚找解脱 我也没这样讲啊 而且我们公开或私下都没有这个意思啊 我们只是说 还没有结 还没有婚姻 因缘的男跟女 我不会来纠合他 就是说做梅啦 就不做梅而已啊 啊梅已经做好了 啊已经科目已成舟 那当然 所谓的 所谓的生米已经煮成饭了 那我就顺水推舟 就是说 以后好好做佛化家庭 可以的啊 那叫做什么 那叫教戒 不一定叫祝福 你懂啊 教戒你们 以后要怎么做好好的佛化家庭 那看样子出家没姻缘了 生个小孩来出家 这个教戒 这样懂吗 是这样做的 可以啊 怎么不行 所以佛化婚姻不是不行 他们谈好了 我来这里 不是叫做证明你们婚姻 叫做教戒你们共同生活 可以的 不犯戒的 你都已经是夫妻了 已经法院登记完毕 就叫夫妻 我们现在台湾采取的 已经是登记制了嘛 以前叫做什么字啊 以前叫做 以前叫传统的叫做什么 要一定要有一个公开 对公开宣誓的制度 这样现在不用了 现在登记就可以 所以一登记完你们就是夫妻了 这样当然太简单并不好 把婚姻大事太简单化 现在难怪现在 每几分钟就一对离婚了 连同性恋人也离婚得很快 也是这样子 都一样 因为相处不容易啊 相爱容易相处难啊 这一定的 那是需要智慧 需要忍耐 这样 也需要对爱的真谛理解 才可以 那好了 不了解 不了解之后呢 他就 他就会造成这种刻板意向 我在讲的是这个 所以好像佛教 因为出家人嘛 远离婚姻 所以好像 这个我们结婚 这个我们结婚就不跟佛教无关 是的 结婚前跟佛教无关 结婚后就跟佛教有关 他要 他要交接你 怎么样子的婚姻关系 那很合理啊 这样知道吗 所以说在婚姻的请宴场 到底出家人适不适合出现 已经结婚了之后 出现应该是 婚姻导师 这个立场出现 宗教导师这个立场 所以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社会上 特别是那些 洁癖居士 太多了 他就讲这种风凉话 你懂吗 这样子我们在这个 居士的婚姻 指导这件事情上 我们就失去了下手的机会 其实并不好啊 你知道刚结婚你就要教他 教他怎么样 教他男女都要守五戒啊 婚姻才能长久啊 不要见一个爱一个啊 再来婚姻再怎么样 都是一场学习 没有说你嫁的人不好 不好你把它看到好 就是你成功 好把它看成不好 就是你失败 你现在不是很好吗 才结婚啊 后来为什么要离婚 就是好的变不好 这是你失败 这不对 当这种教理讲出去之后 你说人家婚姻是不是更长久 是不是这样 那你当然又有人又讲话了 哎呀失误你让他搞的 让他离婚嘛 才会来出家 我告诉你 会离婚的不会出家了 是出家才会去离婚 你懂意思吗 是不是这样 他真要出家 不用把他搞成离婚 他本来就想出家了 他就会去想办法离婚 不是你去把人家拆散了 他说会出家 我告诉你 离 不是为出家 而去离婚的 那个心中有怨 有恨 有 好吧 没有恨没有怨 一定有遗憾 你懂吗 对不对 曾经两人相爱到死 现在却怎么样 不只是形同末路 简直就形同仇家 仇恨 有没有啊 有没有 嗯 一定有 爱恨就是这样 可怕呀 有的老公早死 老婆都恨 你算什么男人 你说你爱我的 他妈的比我早死 而且这么早死 留下我孤儿寡女的 孤儿寡妇的 你算哪根充 你怎么可以这样死 他甚至恨 甚至恨 有没有啦 大概你们很幸福 没有啦 但就真的有 还真有 还有那个女儿恨爸爸 早死的 也有 也有哦 你不要以为就死了 他就觉得怎么样 所以说这个佛教教他们不要恨 多好啊 就算真的要离婚 佛教不主张 没事离婚 也不推动别人离婚 但是真正 两人好来好去 可以做到这样 离婚 佛教不是不可以 基督教不准 天主教也基本 不太同意 离婚 他们不同意 墮胎跟佛教见解一样 他们不准离婚 我那个双胞胎弟弟啊 他们说 他说不准离婚 是这样 他们是这样讲 他们那个基督教 是比较特别的基督教 在耶稣教会 你们查一下就知道 在一般的基督教当中 看法 对他们是比较不一样看法 而他们也自己很有看法 他们觉得别人的都不纯 我们的才纯 他们看法是怎样 那不谈了 他们就很坚定的认为说 婚姻是上帝的安排 他们必须 他们叫做什么 族内的人才能结婚 他们讲族内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同样信基督教 不是同样真耶稣教会才可以 所以这样将来很窄 你懂吗 蛮那个的 不管了 这我们不批评 就他们认为是这样 所以族内的人成为婚姻 一定是上帝安排 怎么可以拆开 你这样就违逆上帝的意志 佛教没那种概念 佛教是中庸的看法 最好不要结婚去出家 有缘的话 但没有缘 那你就去结婚 早一点 怎么样 真产报国 为国 为下一代努力 好好的学佛 那已经决定这样了 那就不要随便离婚 离婚儿女也难堪 你也留下遗憾 实在没办法了 好吧 那就来谈嘛 好好谈 好来好散 相互祝福 懂吗 相互感恩 曾经有这么一段 彼此的安慰 彼此的相爱 这样 那就好 所以说佛教在婚姻这一块 其实也应该要抢四场才对 不然年轻人都觉得 只要谈和尚 就跟 都是反对爱情 年轻人就是崇拜爱情 年轻人没有什么信仰 他就信仰爱情 他不一定信仰金钱 他绝对信仰爱情 所以为什么民进党 因为敢推 同性略 对 他会赚到所有年轻人的票 而且他在两年前推 根据计算 台湾人十年 一年八个月之后 就会把过去的事情 全部忘光 所以他有识无恐 你就算当时多讨厌 他推同性恋 或者18%的废除 到了真正要投票的时候 台湾人自动会忘记 会被新的议题惹起来 你看这办好了 是这样 这都是精心计算过的 蛤 那就问你了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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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这样好不好 好 今天这个 问的问题很不错 好 好 我们回向一下 回向一下 众生无边世界度 众生无边世界度 烦恼无境世界段 烦恼无境世界段 烦门无量世界 佛道无上是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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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归于佛 自归于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提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于法 自归于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身入经葬 身入经葬 身为无海 自归于佛 自归于生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安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度 庄严佛净度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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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见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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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发不平心 七发不平心 禁止以报生 禁止以报生 同生极乐福 同生极乐福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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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我们就准备用餐